出現到危機戰爭也跟著開戰 它就是這兩邊會固定在某一個時節 特別容易脫皮耶 我要擦脫那個叫做指露性皮膚炎 有人跟我講說你就是把那個去角質去一去 然後化妝水敷一下這樣 醫生說已經指露性皮膚炎去角質 對 去角質更糟 有一個是很大塊我們把它分成兩個就好 第一個粉是偏油的 第二個是偏乾的 對 那偏油的肌膚有些人會說 我可能都不敢擦麵酸不敢擦乳液 那因為乳液麵酸這種之類的產品 裡面有適當的油脂 對 更應該要擦 謝謝 新年了 是 寒冷的冬天過去了 大家非常高興的迎接春暖花開 沒錯 說春天不像我們想像中 那麼好伺候 但有一句話說 還年跟還書一樣 是 春天天氣是炸冷還寒 這個時候幾乎就受不了了 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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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夫 妹夫可以 妹夫 因為這個氣候的不停變換 其實在春天 尤其是敏感肌的人 我跟你講那個皮膚狀況真的很難照顧 而且狀況很多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所有愛美的觀眾朋友 分享一下 在春天面對這些敏感肌的狀況 我們到底要如何處理 對 那首先我們要請問一下廖醫師 為什麼春天天氣我們都覺得很好 怎麼會對那種過敏的一個肌膚 它容易過敏呢 這個原因到底在哪裡 其實有幾個原因 我們可以看這裡 就是其實早晚天氣溫差大了 那所以溫差大的時候 空氣的這個濕度 整個都會變化 所以皮膚它有時候招架不住 對 是 然後慢慢的春天到了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細菌 有很多小蟲子 就會開始活躍 梳醒了嗎 對 開始醒來 對 那開始活躍的時候 我們如果去郊外踏青 想說天氣好 然後去哪裡爬爬山 或是去那個 很多樹的地方走一走 可能會弄到蜘蛛絲 或是弄到一些 被蚊蟲咬 蚊蚊蚊咬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紫外線 其實紫外線有變得比較強 那紫外線變得比較強 是慢慢變強 我們可能天氣還覺得沒那麼熱 可是其實紫外線越來越大 然後防曬我們會一直覺得說 反正天氣還沒熱 我還在穿大衣 我就沒有做 所以這個季節大概就是三個原因 很容易讓我們的皮膚 變得比較不穩 不過要改善你的敏感肌膚 乾癢的狀況 其實事事有兩種 乾癢的肌膚也有好幾種 對 接著來告訴我們 到底有哪幾種類型 好的 我們馬上來檢測 你現在屬於哪一種肌膚類型呢 來 類型一 類型二 有水失痕型 類型三 緊張壓力型 類型四 保養錯誤型 好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皮膚開始乾癢的時候 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想一想自己屬於哪一類 先去找 對 比如說天生敏感型 它可能本來它的皮膚的角質層 就比較薄 或是出油比較少 是 比如說我自己就是 從小就是異味性皮膚炎 所以妳是第一類型 對 我是第一類型 天生敏感 對 那這個時候呢 皮膚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 一點點刺激啊 然後它很容易發癢發紅 變得不舒服 對 變不舒服 那第二類呢 是有水失痕 換句話說 有些人她的皮膚 它很容易水分揮發 很容易保濕沒做好 對 那或是說有一些女生 到更年期的時候 對 她的這個荷爾蒙一改變 她的出油量也大幅跟著改變 所以這個裡面 有一點有水不協調的狀況 是 對 那另外緊張壓力型 其實很多朋友緊張壓力型 她不是真的說 臉一直發紅或什麼 全身體溫著丁的包 對 那個包就一個禮拜沒有好 對 就是我 我以前有一個病人 她都去俄羅斯出差 俄羅斯好酷喔 那個很冷耶 對 但是她只要 她後來來看她的慢性群麻疹 因為無意中聊到她的工作 才知道說 她每次都是去出差的時候 就發作 回來的時候就好了 壓力 壓力 對 對 然後保養錯誤 這恐怕是女性朋友 大家都要注意的 對 因為很多人 保養第一步驟是什麼 是差什麼 清潔吧 講得真好 真的對不對 怎麼清潔 我都用清水 如果不化妝的話 其實真的都是用清水洗 所以這觀念是很正確的 真的啊 我以為你要說 我就是卸妝卸兩次 洗臉洗兩次 再用喝水 那又過度清潔了 很多人過度清潔 所以很多人在過度清潔的時候 把皮脂膜卸光了 皮膚就開始紅了 對 對 所以現在我們目前列出來 其實是四個不同的困擾 對不對 四個類型 那其實啊 其實大家的肌膚狀況 有可能不是只有一個類型 對不對 有可能是綜合發生的 那Vicky的狀況是哪一種類型 我應該是敏感性加混合性 都有 因為我就是T字部位 會比較容易出油之外 可是兩頰是屬於乾性的 所以你是一二嗎 有水之痕 應該是 然後又有一些天生的敏感性 就是會有一點 敏感T字 對 然後如果只要擦到不對的東西 其實就很容易就紅腫這樣 是 那你的敏感症狀 是在季節變換的時候 比較嚴重嗎 會特別明顯 因為季節變換的話會特別容易 都覺得兩頰是很乾燥的 對 好 那裕琴呢 裕琴應該很懂了耶 我覺得我應該是二跟三 你應該很了解自己了 也是多種型的 多種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工作其實緊張嘛 壓力 Live啊 都是Live節目嘛 然後再來有水平衡 像我很容易 尤其是旁邊這個鼻側 鼻側兩邊 對 只要碰到那種 我跟狗狗一樣耶 還有跟蛇一樣有沒有 會脫皮耶 會脫皮 對 就在這邊 就脫這兩邊 是因為你鼻子不好吧 鼻子不好 鼻子不好是有意思 我要擦脫 一直省鼻涕 也沒有... 沒有一直省鼻涕 可是它就是這兩邊 會固定在某一個時節 特別容易脫皮耶 我要擦脫 那個叫做 也是一種皮膚炎 也是一種皮膚炎 所以要擦藥嗎 如果真的脫皮或很紅要擦藥 應該要早料醫師 對 應該要早料醫師 要早料醫師 你也就一種皮膚炎 通常我們都自行處理 我們也是自行處理 就有人跟我講說 你就是把那個去角質去一去 然後化妝水敷一下這樣子 醫生說已經 脫肉性皮膚炎 還去角質了 對 去角質更高 對 真的就紅了 我看不到一個 預期應該是四啦 我可保證都錯了 我承認 對 中三的 說得一嘴好保養 但結合二 三 四都錯了對不對 好 彤彤的狀況是 我覺得我是 就是天生敏感型 是指我的臉 我的臉的皮膚非常薄 所以它一用到不好的 那個保養品 不適合的 對 不適合的 我就會立即馬上起反應 而且我就是不能去做臉 人家做臉有時候 都會幫你按摩這樣 我只要一拉 我的臉就紅兩條 所以我擦保養品 一定要用拍的 不是 就是我自己 他們這樣子這樣子 熟悉按摩我都不行 然後任何有顆粒的去角質 也不行 那我知道你跟我老公很像 有時候那個 真的稍微這樣畫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明天開獎大概會開幾號 可是明天是像那種 也太過敏感了吧 真的有人是這樣子 他算是一種壓力性的反應 就是你施壓 他就會有這樣子 對 所以這種人 常常我們都會笑他說 你就是要罵人 不用用罵的 只要寫在手上就知道了 他也有情緒的時候 會反應出來 其實這個不見得是情緒 但是他的皮膚 就是有這種壓力性 對 而且你看喔 像老師 廖醫師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才知道 緊張壓力性 像有的時候啊 不是我們一累 就會長那個炮枕嗎 在嘴巴上 人家就說是你太累了 免疫力不好 可是你知道我到後來 變成一累喔 他有的時候 我自己因為長炮枕 會很害怕 那他要很久嘛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有時候一睡起來 這邊就突然整個腫起來 很像去打 像文字丁對不對 不是 像那個泡枕前那個腫 然後結果後來 我一直以為是泡枕的 我就擦泡枕的藥膏 結果都沒有好 越來越腫 然後後來我就去看醫生 才知道原來是 然後壓力型的濕疹喔 因為是壓力緊張型 才發生的狀況 對 有些人就是 不是只有起尋麻疹那種 風疹快 就是身上有慢性濕疹 或是臉上有慢性濕疹 壓力緊張型的造成 你皮膚有一點發揚 然後開始抓就發現了 我剛剛講一講 好像有一點太緊張 現在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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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壓力 會抱著我的感覺 快點掉一隻壓力 真的是神經過敏 太害怕了 那請問一下憲老師 針對不同類型的一個 過敏性的肌膚 應該有不一樣的保養方式吧 是 尤其現在是春天 看到我們邁入今年的 第一個季節 那其實在換季的時候 除了人會換衣服 對嗎 皮膚的生理期 會跟著更換的 所以你想說你本身在可能 秋冬天你用的保養品 跟你春夏天用的保養品 是否要一模一樣呢 其實有些是可以 有些是不需要的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天生敏感性 剛剛像醫師有講到敏感性 就是第一個 基本上你的肌膚就是 油脂比較少 那通常這種肌膚 會發生在什麼樣子 你凌晨層 我們也不要講說幾歲 就是你可能越來越熟齡了 甚至有生產過的女性等等 因為荷爾蒙跟那份蜜蜜蜜 你一講差不多 你這一槍打出去 差不多都沒有說 因為通常 因為其實肌膚 你的皮膚有分泌油脂 你應該要拍清才對 你不要說可能 我覺得皮膚都沒有油了 然後你不會長痘都很拍清 可是真的 因為我以前少女的時候 我那拍戲真的都不用補妝 從早上到半夜都不用補妝 可是現在有油 所以有一點油是反而是好的 天生敏感型也會發生在 可能就是可能 第一個皮膚比較白一點的人 然後或者是說 他對於皮膚的耐受性 比較不足的人 所以這樣敏感型的肌膚 在保養的時候 如果說你本身 在用保養品的時候 當然第一個溫和性要高 然後現在市面上 有很多是針對抗敏 酸敏的保養系列 這個可以當作首選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使用過的保養品 你可以稍微 因為現在所有的保養品 標示都要非常清楚 所以你可以大致上看一下 後面的標示是什麼 所以你在選購 下一次的保養品的時候 你可以大概去認一下 我大概用的這幾樣東西 是OK的 所以你可以去稍微對照一下 這樣子也可以 因為你不要說我一直買 然後又敏感的又不行 我再換 這樣反而你的皮膚會更敏感 因為你是一直在試新的東西 一直促進你肌膚發炎 這樣反而也不對 所以有很多敏感型的肌膚 他可能用對的保養品 他可能這一生 就不太容易去更換它 這樣子也是好的 那第二個是油水失痕性 油水失痕 要對於這些可能 比較年輕的觀眾族群來講 有很多人他可能皮膚 只是T字不會出油 他就說我好油 對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油水失痕大概我們把它 分成兩個就好了 第一個可能就是 第二個是偏乾的 那偏油的肌膚 有些人會說 我可能都不敢擦面霜 不敢擦乳液 那因為乳液面霜 這種之類的產品 裡面有適當的油脂 你更應該要擦 所以他誤會了是不是 對 不然你的皮膚 已經缺油了 所以我要反映出來的生理作用 就是我要再補油出來 對 那你給他適當的油脂 油水平衡掉之後 我的皮膚盡量 就不會再出那麼多的油 可是聖老師 那他要補的話 是全臉都要補嗎 還是要避開他出油的地方 基本上T字部位 可以少一點 因為他出油的 油性肌膚T字部位 本來出油量就更大 對 那兩頰肌膚 關於老化的問題 你不能說可能 我都不去擦乳液面霜之類的產品 對 我老了兩塊是容易掉下來的 對 所以你可以用 不要嚇我嘛 對 所以你可以選擇 這類的肌膚 你可以去選擇 不同的劑型 因為現在有分乳液 凝霜凝露 乳液面霜什麼 很多嘛 很多種類 去選擇適合的就可以了 那比較偏乾的肌膚 當然你更應該要補充 適當的油脂在裡面 讓你的皮膚的飽水度是夠的 潤摺度是夠的 然後緊張壓力型 剛剛其實醫師也講了很多 那還有一點就是 你的情緒的問題 對 外在有壓力嘛 對 比如說外在可能有自由基 對 有一些可能灰塵空氣等等 都是自由基 會破壞你的肌膚細胞發炎 不過體內也有自由基 第一個你情緒太不好 負面情緒太多 是 壓力太大 壓力大也是嘛 比如說你可能前一天晚上 跟 逆一半吵架 哭了一個晚上 隔天你去上班 大家會說 你昨天是怎麼哭成這樣 也很腫什麼什麼 不過你前一天晚上心情很好 隔天去上班 大家只會說 你今天氣色還OK 對 所以反映出來的哪個比較差 哭一個晚上的 所以呢 你負面情緒太多的時候 你皮膚會促進你肌膚發炎 對 然後第四個就是保養錯誤 剛剛也講了很多 那最重要就是 有些人擦保養品 它的量不夠 比如說可能我 我覺得這個面霜好貴 我就擦一點點 是 我覺得這個面霜好油 我就擦一點點 對 那你的皮膚根本 搞不好你就是要擦這樣子的量 才會供你的皮膚細胞吸收嘛 不過我都只擦一點點 那有些人他就是 這個東西好好用喔 一次擦個三分之一品 那其實你的保養程序 又太多 對 又太多的時候 可能造成你皮膚的負擔 也有講臭牙什麼的 對 所以就有很多的問題 大家可能在今年呢 希望大家好好注意 那在今年就會 有一個很好的皮膚的程序 這一開春一定要有個好氣色 對不對 代表我們今年的運勢 真的 對 不過老師因為在換季的時候 對這種敏感肌膚乾癢的人 除了外在的保養以外 其實內在也很重要對不對 如果內在保養好的話 那有加成效果 聽說你今天也帶來一個 非常好的保養的食品 就是可以讓你 由你到外呢都可以 好氣色 迎接新的一年 好 老師你今天帶來的是什麼 保養料理 對 我今天帶來的就是呢 大人小孩的任何年齡都可以吃的 春暖花開好運到 美肌沙拉料理 超好運到美肌沙拉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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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運到美肌沙拉料理 對啊 怎麼給美肌沙拉 大家可以看到 你準備的材料有什麼呢 是 鮭魚 非常的好 又健康 低卡 因為它裡面有豐富的 這個很好的成分之外 像不飽和脂肪酸 然後Mega 3 就是很 對人體是很好的 對 然後蘋果 首先蘋果要買像這一種 對 這一種就是盡量去選擇蜜蘋果就好了 就是不要有打辣的 對 因為你連皮洗乾淨一起吃 所以皮不要去掉 對 因為蘋果皮有豐富的果膠在裡面 對於腸胃的觸動也是很好的 小黃瓜就是增加它的口感 對 然後有保濕的作用 然後我裡面特別添加的是這一個 酪梨 酪梨 我愛酪梨 對 就把酪梨切成細丁的放進去 然後玉米也是增加口感 對 然後因為熱量也不會到非常的低 有膳食纖維 對 然後有飽足感 然後最重要就是這個 生沙拉 生菜沙拉 你就可以把它洗乾淨 對 你可以這樣直接擺盤 像我這邊有做好一個調和的醬 對 然後呢 這是一般的和風醬 然後呢我比較特別一點是呢 我會挑這個 我平常在泡的柚子茶 柚子茶 對 你就加一點進來 好多果肉在裡面 對 而且會酸酸甜甜的 因為其實你不知道冷盤 因為有時候冷盤 大家如果醬料加的太鹹的話 反而會影響口感 對 然後你有點酸酸甜甜的話 很適合現在這種春天來吃 對 而且到夏天吃酸酸甜甜的話 也都可以 沒錯 因為又清爽開胃 對 而且應該跟鮭魚也挺搭的 很搭 那鮭魚除了用燻鮭魚之外 我看老師這邊有準備 就是煮熟的鮭魚也可以 對 因為其實兩種特異 那為什麼會有分兩種呢 對 因為早上我去買的時候呢 燻鮭魚剩一份而已 對 平常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用一般的鮭魚取代 就是生魚片的鮭魚 對 那因為我們也要講到健康嘛 對 所以有時候呢 生魚片的鮭魚如果你很怕 會有那種可能不太新鮮的問題 對 你就把它煮熟 對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了 是 然後我一樣用生菜沙拉 把所有的料包在裡面 是包在裡面 對 你也可以做成這個菜捲 菜捲 然後就一份一份的吃 那因為其實平常你可以這樣吃之外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正餐來吃 然後你再搭配一點點澱粉 這樣也是可以的 而且照老師這樣子調的話 其實它熱量很低耶 我整份吃完應該也不怕胖 對 好 謝謝鄭老師 謝謝老師 在一般的保養方式裡面 以錯誤的保養是最嚴重的 錯誤保養比不保養 對你肌膚的傷害還更嚴重 因為讓你原本很健康的肌膚 變成不健康了 得不償失 接著來告訴我們 到底有哪一些錯誤的保養 而且這個習慣要小心喔 通常照呢 現在會標榜溫和痕 它應該要偏鹼性 照類基本上還是給那種容易肌膚出油的 對 不過皮膚角質才比較肥厚 然後晚上呢 稍微用照洗一下臉是可以的 所以你本身已經是天 已經是很敏感的 對 然後皮膚真的很乾燥很缺水 我建議你如果要選擇照類的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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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